梁山好汉,正月十五闹花灯,要端掉大明府,这下打乱套了。 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,一看四面跟活海相似,寒沙声不绝悦耳,吓得是胆颤心惊。 带着夫人蔡氏,家眷四五十口子,哭哭咧咧,上车的上车,步行的步行,他在外面也上了马了,为了防范万一,他也拎着口宝剑。 梁世杰心里清楚,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? 时不可解,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,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。 他都做好了四箱准备了,正这时候,两个出家人仇连锐冷联明,左右也保护着,前面是洪大力赵大鹏当先开路。 刚到衙门门口,一看就过不去了,这都打得揪手上了。 那边说,谁在这伸手呢? 闹了半天,监狱里都暴动了,黑玄风李亏,摸着天杜谦,云里金刚,宋万,浪子,燕青,联合,蔡福,蔡庆,邪老反了欲。 把杨雄,石秀,王英,全放出来了,把其他的罪犯,全都放出来了。 那罪犯大部分定成死罪,如今死中得活都没有想到,求生的欲望,熬一生,成了先前队义勇军了。 见着官军就打,见着狱卒就杀,这股力量是势不可挡啊。 正好冲到刘首斯衙门前面,双方打了照面了。 王英个儿不高,一蹦多高,王英这些日子不但没受罪,养得白白胖胖的,手里他拎着把刀啊。 王英一看,哎,哎,前面来的肯定是大官,别让这狗关跑了,冲啊! 梁中书一看,大势已去啊,这阵,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出大兵府,用宝剑指挥着,冲,快往前冲。 咱这么说吧,杀开了一条血路,从南城,他们到地儿冲出去了。 等冲出南城之后,梁中书回头一看,带那几百人所剩无几啊。 他喊了两声,夫人啊,老爷,你听好吗? 老爷,我出来害怕,平安无事。 好了,好了,一会儿就到了平安之地了,夫人啊,你千万可要顶住啊。 梁世杰拿夫人当活宝贝,这是蔡京的姑娘。 蔡京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。 一旦夫人要有点马高邓短,梁世杰活不了啊,所以在百忙之中,生死关头。 梁世杰还跟夫人说了几句话,这前面还打着声,边站边走,边站边走。 就剩下六七十人了,正往前走着,路过一道山嘴子,突然听见一声炮响,冲塌。 伏兵四起啊,为首两员大将,正是小霸王周通,八湖将民终。 二人各情军人把道路拦住,别走了,此路不通。 梁世杰下得在马上一摘呗,好像没摔下去,哎呀,哎呦,真走不了了,各位如之奈何,如之奈何。 长盛将赵的鹏一听,中书大人尽管放心,量瓷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,看我的。 是拍马轮刀直奔小霸王周通,打到十几个回合,魏分上下。 大虎将李忠一看,我帮帮忙吧,儿,哪里走? 催马轮枪前来助阵,二人双站赵大鹏。 这赵大鹏一边打着一边喊,中书大人,我在这儿顶着,你们快走,快走。 梁中书如梦方形,快,快,快。 他们钻了个空,斜刺地杀一条血路,奔东南方向就跑下去了。 出去没办理地,有人连上来了,报忠书大人,赵的鹏赵将军为国殉职,惨死在枪下。 忠臣啊,忠臣啊,咱也管不了别的,快跑。 一边打着一边跑,一口气出来四十里,天也亮了,他也离开了险地啊。 梁世杰一看,没有追兵了,眼前是一片村落。 告诉丑连瑞冷联明几个贴身的保镖,歇一会儿吧,歇一会儿吧,我实在地走不动了。 有人掺着他,从马上跳下来,梁忠书,找了个人家往抗城一躺,放声大哭。 我的大名符啊,我的大名符啊。 新中华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啊,这是我安身立命之地,一旦丢了,我怎么向朝廷交代? 怎么向我的岳父老泰山交代? 干脆,我死了吧。 他掂扭着保健要抹脖子。 大和尚愁连瑞过来了,大人不可轻声。 大人啊,您怎么糊涂了? 留得青山寨,不怕没柴少。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,大人啊,您得保重无趣。 我们不是说无路可走了,现在我们人逃出来,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 大名符丢了,我还能夺回来呢? 您要一死了,可全完了。 我看这样吧,咱找一件安身之地,或者我们护送大人进东京,去面见蔡太师,搬兵求救。 咱们还可以卷土重来,还可以重整旗鼓。 大伙,大伙苦劝,梁世杰也不爱死啊,也罢,我也没脸回东京了。 这样吧,你们选一户人家,咱展示安身。 我修一封书信,派人即刻进京,搬兵求救。 按下他们,咱展示不提。 再说大兵府,打了一晚上啊,人无头不走,鸟无头不飞啊。 梁中书逃跑的事都知道了,军无战心啊,投降得投降,逃跑得逃跑。 满地撇的都是刀枪,要不就街头巷尾全是官军的尸体和伤害。 宋江和军事无用,率领大队人马也进驻了大名。 宋江一看这还得了,救活快救活,出帮安民。 保护老百姓至关重要,其实老百姓能不死伤吗? 这大仗,你能说挨个儿保护吗? 确保老百姓也不受伤,也不受惊吓,不可能。 大的战争,老百姓死伤,这是在所难免的。 宋江一传令,义军开始救火,把城中大火扑灭,再看翠云楼化为灰烬。 大佛寺九天宫化为灰烬。 这么说吧,大明府一半都化为灰烬,就剩下一半了。 宋江率领人马开进留守私衙门,这就是梁中书办公的地方。 众将纷纷前来报公,宋江一摆手,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。 把库服打开,把库给打开了,特别那梁库的梁食堆积如山啊。 一半拉回梁山,一半赏给鸡民,救济老百姓。 再把其他的库打开,这梁中书真是个守财奴。 他那库服里的东西堆积如山啊,什么都有,都给梁山攒着呢。 宋江吩咐一声,准备车辆。 大车小车装得满满蹬蹬的,拉了五千多车呀。 梁山的义军哪个手都没闲着,背着扛着,把大明府的东西全都弄空了。 这大明府呆了三天,宋江传令,撤! 这才离开大明府。 有一件事情,咱必须得特殊交代。 卢俊义被救出来之后,念念不忘仇人李固和那假事。 燕青也不例外啊,他们忙里抽贤回了家了。 嘿,正好把这对奸夫、炎妇堵到离间屋里头。 义军过来拿绳,把他们捆上了。 梁山义军撤的时候,把他们绑在车上,也带回梁山。 梁山义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,是满载而归啊。 就得的这些胜利品,梁山的人伸不动绑不摇,吃一年用一年也用不完。 那可以说,边敲金凳响,齐唱凯歌轩啊。 等回到水不良山,宋江稍事休息片刻,命人把汪英、石秀、杨雄、卢元外请上来了。 先是见了三位兄弟,道经,高兴得不得了,最后把卢元外请上来,宋江是一功扫地啊。 卢元外,你受惊了,受苦了。 宋江的本意是想请您入山,主宰水不良山,并无恶意,哪知道中间出了岔头了。 您受罪了,我觉得于心不忍,特来请罪,说着吩咐一声,把当初朝盖坐那把椅子搬过来,让卢俊义坐下来。 宋江领头带大伙朝拜,要奉卢俊义为良山之主。 这李逵在后边一声都过来了,妈! 我说宋大哥,这什么意思? 兄弟,难道你还不知道吗? 哥哥我不配做良山之主,要另择贤者。 河北大明府玉其林卢俊义,德高望重,要文会文,要武会武,比哥哥我强多了。 他理应做头把金交仪。 我不同意,他怎么就应该做呢? 我说哥哥,你应该做。 早晚推倒吴道的昏军,大宋朝的江山就咱这兄弟,这天下是咱哥们儿的。 你那穿上龙袍,你就是皇上,我们就是手下的开国冤勋。 伴道出了个卢俊义,他算干什么的? 救他的命可以,叫他当个头领行。 你要当皇上加封的做宰相也可以,那么叫他做良山之主,我不同意。 吴松也说话了,我也反对。 卢志深也说话了,嗯,我也斥同感。 我心不痛快。 大多数人全反对。 你说这把椅子能做稳当吗? 再说,卢俊义也不能干那种事。 卢元外站起身来,各位,各位,各位,不要错怪。 我卢俊义绝不敢有这种野心哪。 宋明公啊,你这是往火坑里的推我。 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感恩不尽。 我给宋恩公牵马坠凳,我是理所应该的。 我愿做良山一小足,绝不敢前阅。 这种事我绝不能干的。 说什么卢俊义也不干,无用说这样吧,这个事以后再商量。 既然卢元外出于智诚,也是我们良山的头领。 好吗? 将来做什么位次,以后再说,宋哥哥,你还是良山之主。 宋江一看,别言起功分了呀,这才贬了贬头。 好好好好好,怀抱令子齐,坐在头把金交椅上。 卢俊义是侧坐相配。 这大伙心情在平静。 主啊,这回良山的人这可痛快,可把大明府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了。 遗憾的是,梁忠书跑了,没把他逮着,早晚再算账。 在祝贺的时候,卢俊一一抱拳。 宋头粮,我有个小小的要求,讲。 哎呀,我这次死中得火,多亏宋公民和各位英雄相救。 但是我这口气还没出来。 我那家奴离故,和我那淫妇贾士,他们狼狈为一件出手用。 害得我几经死活呀,现在把他们抓住了。 我大尊请令将他们处死。 哦,哦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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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原位,抓住他们就是给你出气,你自己安排吧,多谢。 卢俊一带着艳青,到了前院,把这奸夫淫妇提出来,再看俩人比死人多口气,总之的是好不了了,也不哀求了,哀求之的也没有用。 书说简短,卢俊一亲手将他们开一趟摘心,除了这颗恶气了,把尸首抛入大江之中。 咱这么说吧,打这之后,卢俊一,燕青,踏踏实实,就入了梁山。 没有别的想法,他协助宋江,兴兴夜夜,治理水波梁山。 按下他们咱不说,还说这梁世杰。 那天把信写好了,托夫俩出家人,愁连锐冷联明,拿着这封信,赶问东京汴梁去见蔡京。 俩出家人领命。 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东京了,还是东京啊,繁荣啊。 远离战场,一派太平景象。 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,当天的下午,来到太师府。 老蔡京啊,中午睡了一觉,睡得不错。 醒来之后,正坐在书房品茶,有人给他报信,大明府来人了。 哦,老蔡京惦记大明府的事,那出那么大的事,他这还不清楚呢。 把仇连锐冷联明叫上来了,仇连锐双掌合十, 能弥陀佛,小僧参拜太师。 哎哟,大事,怎么回事? 呀,难尽啊。 他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,最后,把梁世杰那封信取出来,双手呈上。 老太师看了看,哎,糟糕啊,糟糕啊,这么说大明府丢了,丢了。 您看,梁大人写得清清楚楚,就这场灾难是灭兵之灾呀。 城中的军民死伤了三万四千多人,空前的浩劫。 据说大明府半拉城市都化为火海呀。 太师,梁忠书现在来不了了。 他在外乡请罪,求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严。 在可能的情况下,请老太师速派兵马,收复大明府吧。 哎哟,天意呀,天意。 这个不争气的奴才,竟加我操心呢。 老蔡经纪琢磨这么大的事,不敢隐瞒。 第二天,穿着朝服,赶奔汪宫。 今儿啊,正是道军天子临朝的日子。 三声金钟响,六声玉鼓吹,汪灯宝殿。 这道军天子天天迷迷糊糊的,眼皮总是了不起来。 昨天晚上,陪着王道士又炼丹来的,他一心一意,想长生不老。 没睡好觉。 懒洋洋声作九龙口,吩咐殿头关。 有事早奏,无事退朝。 刚说完了,老太师跪倒在地,吴皇万岁万万岁,臣有本上奏。 道军天子一看是老丈人说话了,不能不认真对待。 太师有何本章? 哎呀,万岁,大事不好了。 这蔡经把大明府丢失的事,一扑一劫,全做了禀报。 然后把本章望上一笔。 这道军天子听完之后有点发傻了,眼皮刷拉撩起来了。 啊? 这梁山的宋江如此猖狂,了得,了得呀,这么说大明府丢了,这还了得,这,这怎么办? 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。 御史大夫叫徐凯出班贵岛,吴皇万岁万万岁,臣有本上奏。 徐凯啊,有何本章? 陛下,臣早就想过了,梁山,宋江一会儿,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逼上梁山。 据说这宋江,人称吉时宇,胡宝义,人缘儿极好啊。 现在他手下是兵强马壮,官军无可奈何。 而且,梁山的人,功成战地,祸害一方啊。 陛下呀,能否这样,降旨昭安? 我想那宋江,必定帅手下全部人马归顺朝廷,化干戈为玉伯呀。 然后,皇上赏赏他官职,命他东征西讨,何乐而不为?请陛下昭安为上策。 这道军皇上一听,眼睛眨眨眨眨,为之所动。 这心里就琢磨,嗯,这主意不错,是否可行呢? 他正在琢磨这功夫。 老太师蔡京站起来,啊呸! 就吐了御史大夫一脸吐嘛,满嘴的胡言啊,梁山的水寇,罪恶滔天,何杀而不可留。 阎能昭安,必派重兵征讨,一定要踏平梁山。 这份评论的方法,是否则市長现在波人略运。 我说这份评论有些评论的方法,改则。 最后她的评论有些评论不可,可以继续ブ了平常。 感谢观看